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早前在验薪严口费案件当中 被裁定34项罪名成立 成为美国史上首位被刑事定罪的前总统 根据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将会在来临7月11号宣判刑期 特朗普极有可能会被判坐牢 罚款 或在家软禁 对此 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布斯新闻采访的时候 就表明他自己愿意承担任何结果 但同时他也警告自己的支持者未必能够接受法院的判决 甚至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成为 就是这件事会成为引爆点 就暗示他的支持者可能会失控 其实很多人都在担忧 美国在11月5号大选之前可能会爆发政治暴力事件 甚至可能会有内乱 而特朗普这番警告无疑是加深了外界的忧虑 特朗普也在访谈当中一再强调自己是无辜的 他说法院的判决是来自对手的政治迫害 他重提自己过去在2017年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 曾经有机会让他的对手 也就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妻子希拉里坐牢 但是他说当时他为了凝聚国家 他选择不这么做 没想到如今自己却被民主党恩将仇报 除了被法院禁止发言 甚至还要面对 还可能面对 牢狱之灾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明 他可以接受居家软禁或入狱服刑 但公众未必肯承受这样的结果 甚至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引爆 特朗普也抨击 这项判决明显被人操控且带有政治动机 他指出有心人滥用司法作为武器 这样危险的做法在美国更是前所未闻 就在特朗普计划前往佛罗里达州举行造势活动前 大批支持者也现身西宗驴滩 为特朗普举办声援集会 几十位车主高举其枝并在路边鸣笛 和一旁的示威者互相呼应 还有人举着总统特朗普无辜的标语 并抨击白宫试图阻止特朗普参选 只是担心会影响拜登的胜算 并指这一切都是政治迫害 我认识这一切都是政治迫害 我认识这一切都是政治迫害 我认识他们会追求特朗普 我完全认识这一切都是政治迫害 我认识这一切都是政治迫害 我认识这一切都是政治迫害 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